一人演武大会就是为张楚兰准备的 如果不是张楚兰 龙虎山根本就不必要如此大费周章 历来龙虎山天师的传度 都是从龙虎山弟子中挑选的 而老天师会提出举办这一次大会 也是想把天师度给张楚兰 张灵玉是老天师的关门弟子 也是他弟子中最有天赋的一个 按理来说天师度应该是他的 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张楚兰 其实并不是因为张灵玉不配继承天师度 而是在老天师眼中 张楚兰更需要这个东西 张灵玉只能修炼鹰五雷 而龙虎山最强的其实是杨五雷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张灵玉极度张楚兰 很多人也说正是因为张灵玉无法修炼杨五雷 所以他没有办法继承天师度 其实不然 在张楚兰继承天师度的时候 老天师就说了 没有那么多世俗的成见 什么清规戒律在这一脉中都不用讲究 可见即便是张灵玉被破身了 也不影响他继承天师度 天师府的雷法只有天师继承者 或者天师的亲传弟子才能学习 龙虎山能够学习雷法的趋直可数 偏偏张灵玉就学习了 他又是老天师的关门弟子 足以看出 在老天师没有发现张楚兰之前 他心中的人选就是张灵玉 张灵玉有极度心 却能及时看到自己的不足并改正 他正直 能力出众 是继承天师度不错的人选 老天师想要把天师度传给张楚兰 只是因为他更需要罢了 张楚兰的爷爷和老天师关系很好 当时也是天师的候选人 不过后来和全姓掌门无根生败坝子了 这一切就不一样了 张怀疑东躲西藏再也没有回龙虎山 这是老天师心中的痛 张楚兰身怀气体源流 全姓之人对他虎视眈眈 老天师想要把天师度给他 也是想要以此来震慑全姓的人 只要张楚兰拥有了天师度 全姓就没有人敢招惹他了 否则就是与整个龙虎山为敌 也没有人能够招惹他 老天师传张楚兰天师度 不过是为了弥补当时对张怀疑的愧疚 更是为了保护张楚兰 如果不是张楚兰身上有巨大秘密 若不是认为他更需要天师度 恐怕天师度的第一传承人 还是张灵欲 你们觉得呢